民间乡是南投县最大的茶叶地区 为了要让当地的学子也能体会家长种茶、制茶的辛苦 工学国小特别选在毕业前夕 带领所有的毕业生体验采茶、柔茶、制茶的过程 让茶香的小孩了解茶农的辛苦 也传承制茶工艺 戴上斗笠、绑上花布 学生们在茶园里按照老师所教的采茶药理 开始今天的体验课程 虽然太阳很大 但采茶的工作还是要依序进行 目的要让学生了解到长龙们在田街的辛苦 由于民间乡是南投县数一数二的茶区 而工学国小学区的家长大多以制茶、卖茶为多数 学校方面为了要让学生能够体会家长赚钱的心脑 代表举办迟次体验活动 要让毕业生在毕业前能够留下深刻回忆 这次的活动在当地企业的大理系组之下 包括茶园与制茶场的提供 让学校在活动进行中更为顺利 工学国小校长吴雪华表示 今年与往常一样 希望孩子能够对于在地茶产业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能够体会父母以及在地茶农耕种及采收与制茶的辛劳 能够了解身为茶香子弟对茶的传承 今天是我们工学国小毕业生心愿心茶两天活动的开始 那带着孩子到茶园去采茶 然后呢经过揉拧茶的过程 明天呢就会进行丰问的心愿心茶仪式 那今年我们跟往年一样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能够对于我们自己在地茶产业 能够有更深刻的感受 那也能够体会父母亲 还有我们在地茶农耕种及采收 制茶的辛苦 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深刻体验之后呢 他对于自己身为茶香子弟 对茶的传承能够更有使命感 那今年这个活动 工学国小是非常非常 跟以往的活动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今年我们跟在地的成功企业 茶的魔手共同合作 感谢茶的魔手王贤明董事长 带领着他的团队 从茶园的提供 制茶的指导 以及整个活动经费的赞助 以及活动的参与 不管是人力还是财力的部分 魔手已成功企业家的一个角色 跟学校来互动 热心助学 那也透过孩子 也透过接触企业 成功的这些叔叔伯伯阿姨 那对于自己身为茶香子弟 将来要有能力的时候呢 来回馈乡里 也更具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典范 是非常的不同 赞助此次活动 当地的企业家 比世间长长表示 之所以会与工协国小合作 主要是想把对土地的理念 传达给下一代 让他们珍惜土地 也让他们了解农夫的辛苦 我们这次啊 为什么会 就是跟工协国小配合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把我们对土地的一个理念 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珍惜这块土地 那也让他们体验农夫的辛苦 因为有些小朋友根本不了解 家长他从事的工作 是如何的辛苦 常常因为这样子造成 就是亲子间比较不愉快 那我是希望说 借着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更认识一下 我们农业 参与此次制茶活动的毕业生 对于此次的活动 都感到当茶农很辛苦 长农们必须每天 在大太阳下工作 从来不抱怨 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也感谢学校与企业的安排 在阳光下采茶时 我们体会到了农人的辛苦 农人每天都努力地 在茶园里灌溉 采收 他们满身大汗 但从不抱怨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到了第二站 我们到了明山茶茶 厂长请我们喝茶的 摸手的饮料 接着我们 厂长带我们到 看能揉拈机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壮观 接着我和同学一起去揉拈茶 我们都觉得需要很有耐心 也要很有用心地把茶给揉好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非常感谢茶的摸手 也很感谢我的老师 我很感谢今天有这个活动让我们参与 谢谢 这次的活动让我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例如今天采茶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跟着同学一起做许多事情 而我家里也是做茶的 所以可以让我体验到家人做茶的辛苦 还有揉择茶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也是充满着好奇兴趣的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可是在真正揉择茶的时候呢 我就会感到非常的累 因为要耗制许多力气 才能把它揉择完成 我也非常感谢茶的摸手 可以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我们完成这次的活动 还有学校举办这次心愿清茶的活动 让我们体验到以前 从小就从未体验过的活动 吴校长也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让学生了解到 父母采茶制茶的辛苦 进而感恩珍惜现有一切 希望毕业生在迈入另一个学习阶段时 能够激发他们学习动力 勇敢迈向前方 待日后回顾 能够像茶叶一样越沉越香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陈云志民间采访报道